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前會長馬仲兒 近日被踢爆已經移民英國 並在當地醫院繼續做醫生 他在10月底亦已辭去醫委會委員職務 至於移民原因 據聞是醫護可能要宣誓香港政治環境氣壓太低 和政府修改醫生註冊條例 事實是否真的這樣? 一起看看馬仲兒過去所作所為 就看到端藝 反修例暴亂期間 馬仲兒擔任會長的公共醫療醫生協會 曾就中五學生真志建中槍案發聲明 批評警方的行為是蓄意槍傷市民 警察評議會積方協會懲罰公開信 反駁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指控超越本身 新專業範疇歪歪曲事實 顛倒是非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 醫管局員工陣線冷理病人 發起罷工逼使政府全面封關 醫管局期後向員工發信 要求參與罷工的醫護解釋缺勤原因 馬仲兒卻批評醫管局做法匪夷所思 禁止罷工是合法工業行動 並非醫管局所提及的缺勤 去年9月 政府而推出全民自願參與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馬仲兒卻一早表明不會參與檢測 又說不清楚詳情 難以推薦病人參與計劃 政府今年初公布 醫護人員等群組可獲優先接種疫苗 馬仲兒又唱衰 認為若要求醫護人員 需先接種疫苗才可以工作並不合理 又指疫苗並非百分百有效和安全 其後政府要求公立醫院員工 定期做新冠病毒測試 馬仲兒又說是資源錯配 醫護人員不應該被道德綁架 也不是政府宣傳工具 此外政府提出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引入更多非本地培訓的港人醫生來港執業 以解決公立醫院醫生人手不足問題 馬仲兒繼續唱反調 有些香港人身份證的 其實都不會說 他們日常臨場工作都未必用英語 所以都是有些困難 政府要求公職人員需要宣誓 表明效忠特區和擁護基本法 馬仲兒就說 醫護人員最初拿到牌照時到醫委會宣誓 不能接受要再作宣誓 除非證明宣誓比病人更重要 他亦曾拍片公然推薦訂閱法輪功旗下的大紀元 說他的報道一直都很出色 帶來新的角度與新的資訊 馬仲兒事後否認自己是法輪功學員和成員 醫生本應救死乎危 但馬仲兒以上種種行為 究竟是專業為先 還是政治先行 他最後選擇遠走英國 是否為過往所謂心虛 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相信自有功論 ��� wiping 全世界有效 特目可能 創作創作創作者 ... 有 ? ..